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到诗说节目 今天我们谈的一个题目叫个人安全 全家安全 个人安全 我们要学会做预案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讲预案 家里头也要有预案 512大地震牵扯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我去灾区的时候 碰见过一个人 这个人个子不高 黑黑的 胖胖的 岁数比我还大一点 我们两个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我就说您贵姓啊 他说我是叶 某某中学的校长我姓叶 哎呀 我一听赶快站起来 我说给你敬个礼啊 你是名人呢 跟他握手 谁啊 这个人是 这个人就叫叶子平啊 叶校长啊 我为什么要站起来给他敬个礼啊 在地震 震的过程中 他的那个学校好像是叫桑枣学校 这个学校一共有两千个学生 还有几百个老师都列队 站在操场里 这个校长在外地开会呀 坐着车往回走 眼里含着泪呀 一到了学校门口 一看 两千个学生站在学校门口 站在操场里 说报告 校长 我们两千个学生 没有一个受伤的 没有一个死的 还有四百个老师 说到这儿 叶校长的眼睛就流出了热泪 叶校长 干嘛我们要尊敬他呀 他这个学校买来的时候是七万块钱 他去上厕所一看 哎呀 这个厕所墙里边都是水泥袋 他一拽 把厕所墙在那拽出来 他说这不行 他去画圆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 他这个学校七万块钱盖出来 你知道他画了多少钱吗 四十万 把这个学校都给加固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每年要举行疏散 而且他疏散总结了很多歌谣 高的地方怎么跑 低的地方怎么跑 结果这次地震的时候 他是用了多少 一分三十六秒 全校两千学生疏散到操场里面去 所以呢 到了这个时候 我看到网上一个妈妈写过这么一句话 说叶子平就是活菩萨 什么是活菩萨呀 活菩萨就是叶子平 你到那个北京白云冠去 白云冠就在国安大学的旁边 白云冠里的神都是老百姓 是吧 药王是谁呀 孙思苗啊 是吧 孙思苗是一个从小有病的人 但是他自己治病 救人活了113岁 最后就是药王 我们中国古代人的这个神可不是就是迷信的东西 是吧 药王就是孙思苗 现在人家妈妈就说了 说叶子平啊 就是活菩萨 说的对不对呀 就是对呀 这孩子一个没死啊 我两千个孩子给你保住了 就是因为我去化圆化这四十万块钱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预案 虽说历经512汶川大地震 但正是由于叶志平校长深谋远虑的安全预案 两千多名师生毫发无损 那么我们在制定预案时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什么是预案呢 我们家里要有预案 学校也要有预案 预案有三个误区 第一个 预案绝不是事后的反应 叶子平他是活菩萨 不是他事后把这个房子都扒出来 把孩子都救出来 不是他是什么呢 他事先的防范 所以说预案一定要有两个 一个是事后的防范 一个是事先的防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预案不是放在领导办公桌上的一个文件 不是这个 是什么呢 是每个孩子头脑里的东西 一分三十六秒的疏散 是每个孩子都要做到的 第三个 预案是每个人都会的自救自护的常识 我给校长讲课 讲完了以后 我告诉他 小裤衩小背心不许别人摸呀 这个校长是南京的校长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开会 他把全校两千个学生叫来 他说我告诉你们 我在北京听了一个王大为老师 他讲小裤衩小背心不许别人摸 你们现在给你们留家庭作业 每人回家写一句 这个经语 结果这帮孩子回去一人写一句 第二天交上来 一共是两千句 他把这两千句印了一本书 叫我们的经语 这就是预案 是吧 预案绝不是说 我弄了一个什么文件 让领导来检查检查就完了 不是 所以大家看 我们家庭也好 学校也好 都应该有预案 制定预案者是谁呢 是爸爸 是妈妈 像你们这些大姑娘 自己在外边 你就得给自己制定个预案 是不是 知道遇到事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预案 我们家里头也应该有自己的预案 也应该有对策打破 那么怎么做预案 我跟大家说说 里边有点小技术 这叫埃克勒姆五步分解法 这是我在赫尔辛基学的 芬兰的犯罪研究所 埃克勒姆五步分解法 第一个 搜集信息 尽可能的搜集信息 比如说我家里有个儿子 这个儿子生下来 我就得问问左邻右舍 是吧 最近这关于这孩子有什么事 咱们这有没有偷孩子的 抢孩子的 这些个消息 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 当妈妈 你就应该提高警惕 这叫搜集信息 大家知道 现在把孙子兵法 输到计算机里去发现 孙子兵法里 就有一个字用的最多 猜猜是哪个字啊 知 知道的知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知天知地 胜乃可全 知是什么 就是信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分析解读 我们周围的知识 这些个信息都收集到以后 我们要分析解读 特别是学校的校长 要制定规划的时候 分析解读非常重要 要学会画两个图 一个是空间图 找一张 比如说我们学校啊 找一张地图 我们学校的地图 然后弄一张塑料纸 盖在上面 把历次发生的火灾 劫持人质 走失 自杀 都在上面点上 点上之后 我们就有了一张 学校突发事件的高发图 这个是我跟谁学的呢 是跟我爸学的 我爸是个医生 我小时候呢 我就看我爸 那个时候 我爸是研究食道癌 他就有一张地图 食道癌的地图 中国地图 怎么回事呢 中国食道癌 最多的地方是哪啊 河南林县 河南林县吃酸菜 结果我爸那地图上呢 就在那个河南林县那块 有红笔画了一个道 还有山东沿海啊 吃咸鱼 吃咸鱼也得食道癌 哎 山东沿海又是一个高发区 所以呢 我们作为学校的领导 要学会画这张高发区的图 这是高发区 我刚才讲过 我去这个密云讲课 是吧 一到密云那儿有个小桥 司机把车停下来了 说王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彩虹桥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是吧 彩虹桥 正月十五看灯 桥上站了好多人 站了好多人 结果有一个人一下摔倒了 你压我 我踩你 踩死三十七个人 据说呀 我不敢肯定 据说那天晚上 这个公园里一共有三万个人 还有很多警察 但是就没有一个警察知道 这个彩虹桥 是一个事故的高发点 如果我们在彩虹桥底下 放一个警察 这事就没了 所以我们要找到高发点 我们家里也有事故的高发点 我们幼儿园也有事故的高发点 我们要去找到它 这是第一个 学会画分布图 第二个 要编时间日历 那么那些个高发的东西 很多很多 时间高发都有哪些 我们要把它总结出来 比如说我们总结出来的 平平安安一二三 四月五月往上穿 夏天多发强奸案 冬季青财盗锋边 是吧 这是一年的时间的规律性 大家说 我问问大家 春节防什么呀 防盗防火 但是春节 我问大家 一年有一天 犯罪最少是哪一天 三十 因为犯罪分子 他也要休息 有一个月 犯罪最少 是哪一个月 二月 因为二月只有二十八天 这是脑筋急转弯 他统计数字上 他最少 这个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他有时间的规律 那么这些时间的规律怎么办 我们要知道 交给孩子们 家里的爸爸要懂得这个 要知道发预警 是吧 大家知道春节什么多呀 叫二月新春脚平安 年前早把欠债还 庙会登节少向前 儿孙不叫离身边 二月份是什么最多呀 一个是踩死人 一个是走丢人 所以遇到二月份的这些事的时候 怎么办 就是说 二月份去看庙会 二月份去看灯 一定要看好孩子 是吧 叫庙会登节少向前 儿孙不叫离身边 这是日历 绘画地图 绘画日历 这是我们说的预案的第二步 叫分析解读 第三步 叫战略设计 咱们要是去看医生 要是看西医 你感冒了 就是一种药 打青梅酥 是吧 可是你要是看中医 他就得让你开药 叫君臣作食 有的解决主要矛盾 有的解决次药矛盾 要开很多药 所以学校的预案 一定要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方针 各个方面都要想到 比如说我问这个女孩 如果最近你们单位 你们学校旁边突然出现一色狼 你的对策是什么 晚上不出去 结伴同行 还有什么 告诉警察不行了 他又没侵犯你 但是起码买个报警器 是吧 找个男朋友 晚上出去接一接送一送 是吧 还有晚上出去呢 不穿裙子 不穿高跟鞋 是吧 这就叫综合治理 你各方面都要想到 这就是个人预案 第四个 贯彻实施 你有了这些好的想法 你得贯彻实施 你不能光想了就完了 你得贯彻实施 比如说买个报警器 上哪买 找王大伟去 买个报警器 这叫贯彻实施 你不能光想 想着不干还不行 是吧 这个平安还得花钱呢 你说我还得买本 这个人生第一课呀 一看十块钱挺贵 但是你还得花钱 是吧 这个呢 要一步一步的都做到 还要大力宣传 如果这个段时间段 大家看 如果这个小区出现问题的话 警察就会贴出预警 是吧 最近有什么事 现在我们警察干的也不错了 经常告诉你 要注意这个 注意那个 这就是预警 所以大家看 最后一个还要评估 看看我这个设计的预案 是对还是错呀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预案 预案对于学校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说预案有两个 一个是主动先发的预案 一个是被动反应的 以上王大伟教授给我们讲解了 制定预案的方法 注意事项和实施步骤 另外 王大伟教授所提到的 主动先发预案 与被动反应预案的区别和含义 都有哪些呢 主动先发的预案要发预警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 我早上起来上班 从地铁门口走 没想到每个地铁门口 扔了四袋 就是那个叫什么 沙袋 还有一个两米长的大铁门口 你们见过北京地铁安铁门口吗 见过安 我是就见过那么一次 四个沙袋扔在门口 我在北京生活了52年 没见过这个阵势 我就问他们 我说这玩意干啥的 说台风要刮到北京了 大家记住历史上 台风从来没有刮到过北京 但是中央气象局预报 台风刮到北京 结果大家看那台风就往北京刮 呼呼呼 呼呼呼 呼呼就往北京刮 刮到通线了 眼看就要到北京了 人家一牛脸走了 还是没刮来 这下北京的老百姓和不干了 就开始骂气象局 是吧 说气象局这帮人是吃干饭的 历史上台风从来没有刮到北京 你为什么说他能刮到北京 劳民伤财 弄四个沙袋 弄个铁门槛 各位 你是支持他呢 还是反对他呢 支持 是吧 我觉得大家脑子都很好使 我认为这些老百姓骂气象局 没有水平没有经验 对吧 我们宁可误报一千次 我们也不能有一次台风针刮到北京了 老百姓受了损失了 死了 塌了房子 那是坚决坚决不行 是吧 所以说这是预案 这是事先主动预防的预案 还有被动反应的预案 被动反应的预案 大家看啊 那就有很多很多小的技巧 都有哪些小的技巧呢 比如说我们要出了事情 学校 老师校长要在第一线快速的到现场 警察没来之前 封锁现场 每个老师呢和校长都会画 这个封锁的这个圈 是吧 第一个圈是80米 什么人都不让他进去 保护现场 第二个圈呢 150米 相关的人能够进去 第三个圈 再拉一个一千米的圈 是吧 一般的家长也不让进去 这样呢 我们就保护了现场 那么还要准备好发言稿 每个校长都要准备好发言稿 是吧 如果说真的出了事 死了人 应该有一个发言稿 没出事 没死人 应该有一个发言稿 真正的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避免孩子不受伤 一个孩子死 一个学校的安全预案 就是彻底的失败 是不是啊 那么还有一个预案里 就是还要和家长去谈判 如果说谈判 我们说有这样的谈判专家 第一个是 年龄应在四五十 语速较慢 很扎实 不论俊仇有爱心 一言九鼎成可之 和家长去谈判 有的时候学校出了事 和家长去谈判 得找那个年龄四五十岁的那男同志 一言九鼎非常稳重的 说话很慢的 一般都是副校长或者什么去谈判 但是大家记着一句话 这上面写的是 不论俊仇有爱心 是怎么回事呢 有的谈判专家说 训练的那个谈判的人 一定要长得稍微丑一点 是吧 如果家长跟你谈判 一看这人长得那么丑 他心里容易满足 说算了 算了 你长得那么磕 算了 算了 这也是一种理论 但是我们说不是 不论俊仇有爱心 一言九鼎成可之 主要的要 说话要有诚心 这是一类谈判专家 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也不冷静 也不冷静怎么办呢 我们去的谈判专家 也可以是那种小伙子 是吧 理着小瓶头 我给大家讲 咱们公安机关 有好多那种谈判专家 是刑警队长 他们理着小瓶头 特别精干 我记得有一个公安局长 跟我讲过 他们那有一个犯罪分子 拿一个炸药包 结果拿这个炸药包 结果刑警队长上去和他谈 没想到一谈 刑警队长刚一说话 那个犯罪分子 就用当地的土话 骂刑警队长 刑警队长一听 也非常生气 也用当地土话 骂犯罪分子 结果两个人就形成对骂 对骂到20分钟以后 犯罪分子骂不过 举手投降 这又是一类谈判专家 这一类谈判专家 我们说和家长谈判的时候 不是跟人对骂 但是起码要讲道理 是吧 按照法律 跟对方讲清楚 还有第三类谈判专家 知道什么 就是孝庄皇太后行 美女行谈判专家 为什么叫孝庄皇太后行 大家知道 明朝清朝打了一仗 是吧 明朝三军总司令 叫红成仇 被努尔哈赤给俘虏 这个红成仇被俘虏之后 怎么办呢 躺在床上 不吃不喝 绝食而死 在这个时候 努尔哈赤 把所有的谈判专家都上去了 谁也谈判不成 红成仇就要死了 突然 门帘子一闲 进来一个小媳妇 漂漂亮亮 身上穿着一个小白花的挂子 手里提着一个篓子 里边有一壶鸡汤 一看到红成仇 对红成仇微微一笑 说将军何必 人生苦短 是吧 红成仇睁眼一看 哎呀 眼前一亮 春天来了 咕嘟咕嘟喝了鸡汤 投降努尔哈赤 是吧 所以大家看 学校安全预案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对不同的家长 可以用不同的谈判方式和谈判人员 这个呢 我们把这些预案都做好了 目的不是去理清责任 不是去说学校没有责任 目的是什么呢 要防患于未然 让每个孩子都茁壮健康的成长 好 咱们这一段呢 就把这十二讲都讲完了 我们最后还是这句话 警察给我护身符 学会自救和自护 身体壮得像老虎 是肥头大耳尊有福 好 谢谢大家 到今天为止 王大伟教授主讲的 《让孩子远离伤害》系列节目 就已播完了 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 面对天灾人祸和意外伤害 加强孩子的前期教育 创造健康平安的生活环境 凡事做到防患于未然 才是让孩子远离伤害的 最佳安全预案 节目最后 祝愿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茁壮地成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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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